陪小星星要做的一百件事 做三明治 做吧 我们今天去拿了一个快递回来 这个箱子好重 我们拆一下看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早餐机 想看一个手提包 我们来选一选 我们吃哪一个好不好 我要吃这个 火腿卷 这个应该可以买到 这个颜色是最漂亮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来买食材 我们现在按照食谱去超市去买菜 走吧 你要干啥呢 按这个颜色好看的颜色配就行 这个颜色比较接近 拿这个吧 拿两个玉米 我们刚刚那个食材都是素的 我还加一个荤菜 我们现在去买面包 面包店 买单好了 做到韦哥的葱姜茶 我来做菜吧 你做什么菜 红瓜菜呀 红瓜菜呀 熏不熏眼睛 不熏呢 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正式动工吧 这个早餐机我们还没用过 我就煎一个鸡蛋先试一下 盖上看一下 把时间选好你要多长时间 他就自动给你把时间定好 里面竟然有声音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这是我煎过最好的荷包蛋了 好Q弹啊 好不好吃 好吃啊 如果我要吃肉肉 就要吃肉肉 我们就静静来的等两分钟出结果 第一次说好紧张呀 哈哈哈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哎呀 很舒黄耶 这 轻一下 你再把它夹出来 这个面包的话好像是有点大了 我把这个面包改进以后 我们再试一试 喜风精灵 好期待这个三层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哇 还不错不错不错 一点都不粘呢 把它切成三角形 这个颜值还不错吧 好香 我尝一下 嗯 好吃 都比外面都差了 让给他们尝一下 哇 这个画面感好棒啊 我拿这个 我拿这个 大口吃 你是干犯人 不是 吃啥 你要吃鸡蛋 好烫 烫吗 嗯 那你吃一个 这个 这个是 之前做的 好不好吃 哎呀掉下来了 鸡蛋掉下来了 好吃 蜡蜡做了三名字 满分十分 你跟我打几分 六分 请写在评论期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